请多指教 以温暖乐观的小太阳林之校 杨子氏和成熟内敛的顾位校战事间 双向成长的爱情为主线 浮以亲情 梦想 成长等多重元素展开叙事 传递治愈人心的力量 余生 请多指教讲述了即将毕业的音乐系元气少女林之校 不想按照父亲的安排规划人生 希望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 却突遭父亲患癌的家庭变故 女症好处在事业低谷 想要放弃外科医生事业的顾位侠路相逢的温暖治愈系故事 剧中 林之校身上坚韧 乐观 向羊儿生的品质打动了顾位 而顾位也始终像一盏灯 默默地温暖着林之校 两人相识于威时 却成为了对方生命中的光亮 相互鼓励 破替微笑 目前 余生请多指教已经更新至第16集 剧中 两个互相喜欢的人开始尝到爱的酸甜 能为林之校的梦想插上翅膀的诗歌少江 和能助顾位的科研一臂之力的同事高熙的存在 让两人醋意坚生 同时也让两人意识到各自职业发展和人生经历之间的距离 有豆瓣网友评论称 余生夫妇的美好 就在于他们在这么多不利因素里面 还没放弃 还是放不下 还在笨拙地努力 不管有多少矛盾 误会 心里觉得有多少不合适 最终都还是放不下这个人 最终过了很多年 也还在磨合 但也都一直在努力 这就是现实社会里最美好的童话啦 愿余生夫妇继续磨合 继续努力 向着美好的未来共同迈进吧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并没有把镜头聚焦在戏剧矛盾的冲突和升级上 而是去关注使矛盾弥合的方式 林之孝妇女因为林之孝的未来发展产生矛盾 争持不下 当重病来临 生命变得有限的时刻 妇女二人终于很显露矛盾下深藏的爱意和不赦 林之孝误会医生故为人品不佳 故为平心相对 引导林之孝面对不信任背后 对父亲病情的逃避和害怕 同时 林之孝一家一物将一物斗嘴吵闹的相处模式 林之孝顾为逛超市买家具用品的场景和凸显出来喜好诧异 林之孝顾为看房 奖价和签和同时遇到的一波三折等生活细节的切入 也让观众代入感满满 有追剧的网友表示 希望这部剧播出后 无论是从父母希望孩子听话 还是从孩子的角度同样希望父母听话 都能给观众带来思考 我们究竟怎样表达才是希望你过得好 而我们又该怎样做 才是请放心 我这样过 是真的很好 我这样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